在最近的茶饮农药风暴之际 食药署宣布 7月31号开始 所有提供线条饮料的店家 都要清楚地标示茶叶和咖啡的产地 但是这有用吗 因为目前国内农产品产地标示 鱼木混珠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像是之前在南投日月潭 就传出有多家茶叶工厂 以低价的劣质越南茶 打着日月潭红茶的名号 来卖给观光客 不过政府单位大举地抽查了 包括旅馆、餐厅还有购物店 甚至还拦减了几十辆游览车 却又说查不到有混茶贩售的情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民事宴堂采访小组 实际走访日月潭 明茶暗访之下 有了惊人的发现 农卫的骨坑集容咖啡 用的是东南亚咖啡豆 100%单位送银蜜 不过我们宴出来参加到一起 标榜台湾出产的家常蜜 装的却是较低价越南蜜 一包包真空包装的台湾高山茶 阿里山、山林溪、梨山茶都有 但这些全都是低价越南茶 混冲了台湾茶 蜜、茶、咖啡 把廉价品混入高档货的商品 还有多少呢 究竟台湾还要吃进多少的山寨食品 日月潭的湖畔美景让人相当着迷 不仅是台湾人国内旅游选择的热门景点 更是中国观光客游玩的第一首选 根据观光局统计 2012年中国游客到南投鱼池乡 日月潭人数高达170多万人 然而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游客 他们来到日月潭想买的名产就是这个 说到台茶18号 就是俗称的顶级红郁红茶 是由缅甸大叶种和台湾野生山茶培育而成的 茶汤明亮艳红 香气更被世界红茶专家赞誉为真正的台湾香 但现在这个被称为台湾茶骄傲的日月潭红茶 因着少部分业者的不当行为 正逐渐走位当中 我们的台刚刚添到外来的 没关系你政口进来 但是你要有所标识 按照政府的规定 比如说你政口台是用40% 日月潭红茶用60% 我们很希望你很坦白很诚实地标识出来 当地茶农会声会饮的 说出日月潭红茶不为人知的混茶乱象 但真的如此吗 记者以游客身份 实地走访日月潭商圈好几家特产店 最后在这间有了第一手的发现 老板私下透露 这些包装上标示的日月潭红茶 的确有掺杂进口茶 而且记者当场试喝 这味道说不上来耶 还蛮复杂的 一般台湾的茶 这个是真的 可是这个味那些鬼 对啊 那就是进口茶 这是进口茶 台湾别不会有那个味 怪不得就不要喝 可是客人要求 真的啊 为什么你还会想卖这个 因为客人要赔你啊 我赶索 老板说 因为市场上有不同消费客群的需求 才会进口国外的便宜红茶来卖 而且不止混装低价进口茶 还混杂台湾其他产区的茶叶 以假乱真当作日月潭红茶来贩售 虽然店家坦言 有问他也会老实讲 但难保消费者看到店内所有茶包装 都写着日月潭红茶 不会被混淆吗 我们将这些茶买回去 带到台湾茶协会来做评比 获得了更进一步的验证 所以它泡起来 你看它边边也是一样 它在揉脸的时候都有碎掉 而且它整个展开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它比较有杂味 有杂味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它是不同的茶种混在一起 那也有可能它在陪我的时候 或者是它在制造的时候 有受到一些老叶新叶的一个交混 也有可能 那这一个是 我们是认为它味道 跟我们的味道就不大一样 跟台茶18号的红浴的味道就不一样 通常日夜潭红茶我们第一个直解是 它产地应该是要在日夜潭 那我们知道红茶最主要是台茶18号 它主要的产地就是包括渝池 渝池乡附近 日夜潭附近 那一类的产地是属于日夜潭红茶 那这个情况跟大陆的云南普洱茶一样 只要不是云南产的茶都不能叫普洱茶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也是属于欺骗的一个行为 部分店家以低价进口茶 或是台湾其他茶种伪装成日月潭红茶 卖给观光客 不仅是欺骗行为 更严重影响近几年 好不容易复兴起来的日月潭红茶产业 因为这混茶的背后 获利相当可观 基本上茶农茶商他们以商业的角度 要获利他们是会用混茶 那混茶的情况是跟消费者是齐齐相关的 因为你消费者有这个需求 所以他才会需要混茶 那以现在红茶是被炒热的 所以以前人家混茶是不会混红茶 是混的是高山茶 因为高山茶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以越南茶进来 他只要混到台湾的高山茶里面去 他的价格就是涨两到三倍 近几年日月潭红茶爆红 名气越来越响亮 但究竟日月潭红茶为何会有高评价呢 其实这是跟当地的环境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鱼池香 温差大 雾气浓 露水也很重 加上土壤为酸性 这四个条件正好是种红茶的最佳条件 也因此这里的红茶价格不便宜 著名的台茶18号红郁红茶 一台金就要2500元 究竟消费者要如何分辨 才能买到过真价实的日月潭红茶呢 那日月潭的红茶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是用瓢状茶来做 这样子的话可以跟这个进口茶来区别 我们这个茶是条状的 所以进口是碎片的 最简单的 用看了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红茶泡好以后 有一点晶莹剔透 就是它看起来就能够穿透光纤一样 就看起来很清澈的颜色 八十一岁 看起来就像六十几岁 跟我差不多 那是红茶说最多的 江越潭红茶推广兴起的南投鱼池厢 前任乡长廖学辉 他说买茶前闻 看 尝 的确是不二法则 再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走进村子里 直接向茶农购买 像我们的茶 去茶层可以看茶层 我们也有去做的専念报告 我们自己的茶就是 就是这样 不是说像这个 我们回来一定都有茶居 有没有 很多人的茶 这种茶都不是经过加工的 这种茶都不是经过加工的 是透明化 对对对 虽然参观都可以 有点人家喝了可以 就给你盯 盯多少个月 不说我们先保重得好 你保重得好 人家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品质 是每公斤150块到400块的金额 从越南 泰国 印尼进口茶叶进来之后 它的价钱从美金的180块到3600的金额转售 不过不止日月谭红茶有混茶现象 台湾高山茶混低价越南茶的情况 也是时有所闻 因为台湾市场一年的茶消费量 超过4万公顿 但根据农委会茶叶改良厂的资料显示 台湾茶一年总生产量 只有1.73万公顿 不够的当然就是靠进口了 进口茶叶大约是2.99万公顿 因此把廉价的进口茶 混入台湾茶的情况层出不穷 通常这个进口茶我们可能 三五百块 一台金三五百块就买得到 那阿里山最起码都要1500到3000 这一台金 那河湾山的价格也是大概是1500到3000 那所以这个它只要一比一混合 那它赚就是赚两个月的价格 这个就是混茶的一个商业利益 百密一时这是部分长米标示 标示这个产地 产地标示错误 这是本人长期严格混管下发生的严重重 其实不只是茶叶 就连山水米也在2013年8月被踢爆作假 以进口劣质越南米冒充台湾米赚取庞大的获利 其实混米不是不行 只是政府允许粮商必须清楚标示混合的比例及国别 但记者走访国内大卖场 大多有混外国的米是泰国米 但泰国米的进口量目前是台湾第四大 市场上却少见台湾第二大进口量的越南米 究竟怎么一回事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越南的话 让人家直接产生观感 就是他们有越战污染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直接就 有的根本就不标 就直接标台湾 所以说我们一年进口那么多的越南米 到底跑到哪里去呢 就是混米混掉了 有的就直接标台湾产销售掉 是这样的 政府和消费者别以为 混充米只是标示不实 被骗多花点钱而已 这还攸关健康的问题 而政府对食品标示 把关不利的情况下 消费者要如何自保呢 一般的话都是美国加州比较多 大概越南的话 泰国的话 这个它的长度会比较长 但是它的多少也太厉害 看它标出来 这个价格担架 这个价格有多少钱 我们台湾都像我们的营营 这样 台湾东西比较远 比较远 其实不管是山水家常米 还是日月潭的红茶 甚至是之前的谷坑咖啡 台湾山寨食品问题层出不穷 不过就是因为罚则太轻 被查出标示不实的状况 只处罚十几二十几万元的罚金 但是政府最根本的做法 应该要修法加重罚则 才不会让消费者的健康受损 否则山寨食品只能继续吃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